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特别的跟各位强调就是说 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 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做对方向 趋势一定要做对 当然的话什么叫多头什么叫空头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节目当中 也每次都跟各位做个强调 那尤其就是说我们来判断 你的个股到底是走多还是走空 那我们就很简单用一个20MA 就是所谓的叫月均月线 当做这个多空的一个分界点 那这个就是说你的持股就是说 如果说同时站上日K棒的这个20MA 跟周K棒的这个20MA 那尤其就是说你这条月均线 这条多空线它是上弯的话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一个叫多头的个股 那如果说你的持股属于一个 同时去跌破 包括像日K棒的这个20MA 或者是说周K棒的这个20MA 那变成说同时去跌破短期跟中期的这个多空线 那尤其它的趋势线 它的方向是往下的话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叫标准的这种空头个股 那多头股你的一个买进策略 趁拉回趁拉回手撑来做买进 那尤其空头的一些走空的一些个股 您无论如何趁它反弹 欢断到压力区 你要去做到一趟早卖点的一个动作 怎么样这是最基本 我们还是不断在节目当中 给各位做到这样强调 那毕竟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特别 我们就都教会各位 透过一些不同的一些讯号来执行 这个叫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我们在之前针对我们整个一个 六合增进获利素的一个整个架构 我们是透过基本面来做个选股 当然买我们就要买那个最好的这种公司 公司的成长性 它的本益比股价净值比ROE 都是偏低 这种相对应的这种个股 来做个买进 那相对应就是说 透过技术面 技术面来决定我们的买卖点 那只要说 买卖的一个买点讯号越多越多的话 我想这是增加它这个成功的一个几率 我想越多讯号就提供各位 你买下去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机会 会变成大幅度的一个拉高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上个礼拜在某当中 我想我们就透过 什么叫做所谓的一个 技术指标的一个打底 指标的一个打底 我们来教各位来做个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买进讯号 那变成说我们在上个礼拜就列举 包括像我们这档老朋友就GIS 什么叫做指标打底打底的一个背离 就是说股价一直做个创低 股价创低或者是做个平低 问题是说它那个指标我们对应下来 指标 RSI指标越电越高 股价做创低 那结果指标做一个缩缴越来越高 这个是个很标准 就是所谓的叫打底背离 那打底背离就会是一个 底部买进的一个讯号 当然我想像包括像GIS 你透过这个三个没什么不行 第三个第一点 你去做个买进的后续都是一段的一个涨升 那我想这是相对就是说 属于一个比较强势的一档个股 那我们在之前也有列举 包括这个比较处在一个叫比较底部区的一档个股 6462的这个神盾 我想神盾的一个状况一样很明显 股价一直创低一直创低 高级一直创低 那问题指标呢 指标一直垫高一直垫高 低点越垫越高 那我想这个都是属于一个很标准的 一个叫打底的背离的一个态势 那我想针对这一个股 我们等一下再用实际上的一个线图 来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当然话我们在上个礼拜教各位 你透过这个指标一个打底背离 来做个买进以外 那我们甚至我们都透过一个叫做 三线合一的一个起涨 就是说包括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跟二十日均线 这些短天期六条均线 比较短的这三条均线 五日十日跟二十日均线 形成一个叫做纠结的那个时间点 然后一个表态的一根K棒 出来的一个后续 就要讲这个方向就会出来 因为毕竟 五日十日跟二十日均线 就是说在一个月或者十天 或者五天平均成本 大家都差不多 纠结完之后 只要形成一个叫 放量的一个起光光 这个都是一个标准叫 三线合一的一个起涨点 买进去就是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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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 三线合一的起涨的一个讯号 那另外我们在上礼拜列举这个 三线合一起跌 我想因为这个形态都是一样 五日线十日线二十日线 同时纠结在一起 因为毕竟这个大概半年的时间 都够在这里 那它才要形成一定一根 带量的一个往下的一根 可以办法 这是表示是一档 三线合一的一个起跌 起跌这样下去 我想这个都是 就是说类似的一个状况 那毕竟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跟各位分享 这两种的一个买进的一个方式 那我要说我们在今天就特别针对 一个叫指标擦空 指标擦空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KD指标 KD的这个随机指标 我想坊间的一些教科书 教各位的一个买法 是什么样的买法 就是说包括如果说KD指标当中的K破20 破20就表示已经买了太胸 卖太多 那你要去做到它买进的一个动作 甚至就是说KD指标的K值 只要突破过了80 这个已经买太凶 那你要站在一个卖方 我想这个到底对不对 甚至说黄金交叉 他们叫交各位这个就是买点 死亡交叉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卖点 那我要说我想针对各位 比如说依据这个坊间 这个教科书的一个交法 你去做股票来讲 你想必你会去修理跟金色相 因为毕竟我们在列举一些个股 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们就简单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要带给各位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 就是说K只要破20 我们是一个支撑的一个观念 如果说他对应的这个K棒 第一点这个支撑去做跌破 跌破的这个形态之下 这不仅仅不叫做买点 反而是一个卖点兼空点 卖点兼空点 甚至说包括这个死亡交叉 往这死亡交叉 一样是一个支撑的一个观念 支撑去做一个跌破 当然的话这是卖点 支撑没有破的话 反而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买进点 所以说这个你都搞清楚 其实说黄金交叉 很多人教各位黄金交叉就是买 那问题你很多时候 尤其在走空头行情的时候 黄金交叉反而是他反弹的一个高点 要趁反弹来找卖点的一个时间点 反而不是买点 那问题我们带给各位的一个观念 不管是说K过80 我们是一个压力的一个观念 黄金交叉也是一个压力观念 那只要压力去做到一档突破 这个不仅仅不建议各位去做一个卖的一个动作 这个反而是每一档标股他的一个 叫做起涨的一个买进点 那我们就列举一些实际上的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做分享 我想包括就是说 像我们在资刚刚跟各位 针对这个所谓的三线和 就是说这个打底背离的部分 我想我们就说在之前就列举包括 包括像这个神盾 这个底部个股神盾 我想这个低一点 低一点它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那变成说指标的部分RSI 越来越高 第三个点我想 这个第三个点产生的那个当下 你对应过来 这个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买进点 这是一个底部的买法 那起来三十几块钱的价差 那甚至一档已经跌很凶的一档个股 像3552的这个同质 同质也是一样 我想在最近这段期间 涨得比较有点样子 这个样子已经出来 我想以这档标的一样 就是说它的股价 股价不断做个创低 股价创低 那各位你去对应一下 它的RSI指标 一个两个三个 越电越高 那往这个就是一个 很标准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打底背离 那打底背离你去做买进 我想这个后续都会有一段的一个行情 那重点是说我们就是说的 所有的这个买进讯号 你要做一个搭配 那么这个是一个买点 那问题相对你在 搭配到一个K棒形态 我想像同质这场标的 因为毕竟空头的这一辆 最后一辆杀下来 这一段反弹连过都还没有过 我想这个到现阶段都还没有翻多 还没有翻多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也不建议 浅各位你就浅尝就好 你就想一段底就好了 毕竟它还没有去形成 要真正的转多 那像包括像这个6462 这个这个神盾我想 四字少少 它这一段的一个上攻 已经把前波这个高点 去做到上过高 那过高现在还没有完全过 那当然后续只要这个 这个前波高点做个突破 那突破这个才是我们要带给各位 后续比较会有一个破断行情的 这种买法 那我们在今天特别针对一个叫做 什么叫做指标軋空 来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我们就透过全面性透过这个 KD指标的一个应用 来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尤其就说我想KD指标 各位你每天在听 黄金交叉 K过80 K破20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就大盘的这个角度 我们就给各位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用法 就是说大盘的一个角度 你用KD指标是属于叫周KD的一个用法 这个对各位的帮助会最大 那为什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包括就是说你把那个大盘 你打成周线 周线 那周线的话各位你不妨可以看一下 其实每一段 每一段一段 我们用大盘 各位你可以从我们的线图 大概这两三点的一看 包括这边形成一个叫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的一个后续 就是一段的拉回 这边形成一个黄金交叉 就是一段的掌声 这边又形成死亡交叉 又是一段的拉回 这是周线大盘的周K线 这边又是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就是说K穿越D值 那方向要同向 K也是往向上D也是向上 因为K是快速的指标 D值是慢速的指标 那只要K值穿越D值 而且是同向的一个穿越 这个叫做黄金交叉 那黄金交叉的话 就是一段 这边又是死亡交叉 又是拉下来 这边又是黄金交叉 又是一段 这边又是死亡交叉 又是一小段 那这边又是黄金交叉 那是这一段 最近这一段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想 KD 黄金交叉 死亡交叉 我想你用在这个大盘的一个 周线的一个看法 这个准确度就相相之高 那重点是说 如果说各位 你去用包括像坊间交 各位K过80 你去找卖点 我们再看一下大盘的日线 你如果说 每天K过80 你就可以找卖点的一个 实际上结果 我想这个波段 这边K到了80 到80 那你这边 对上来 你把它卖掉 卖掉那个时间点 大概才有9200多点 你后手这段都没要贪到 是你说这边也过80 过80你跟它对上来 在这边 我想这个指数 大概差不多9300点左右 那后续又是1000点的行情 你又没赚到 这边一样 K过了80 一样K过80 这段也没要贪到 所以我们的一个用法 我们是希望各位 K过80 我们是采一个叫做 压力的一个观念 压力的观念 就是说这边过80 过80你把它堆起来 堆起来 就是说这根红K棒 它是一个压力的观念 你就说过80当天 把它对应上来 然后你画一条 在高点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就是所谓的 叫压力线 压力没有过 压力没有过你就不要买 压力一过 我想这个是到这边才过 那这个买点是在这边 这边 因为毕竟这段行情 这整个星期 都是属于一个叫做没有过压力的形态 只要压力一过就是买 这边又是过80 我们要跟它对上来 对上来就是说 这个一样隔一天 直接做个跳空 越越越上去 所以说你突破压力就是买点 甚至说这也是同样 这样堆起来 我想就是说这个压力没有过 那没有过你就不要买进 这个压力的观念 压力 那变成说你就不要去做个买进 甚至说这个是过80的用法 甚至说包括像这个 黄金交叉跟死亡交叉 黄金交叉我们一样教各位对上来 只要突破压力高点 你画一条线 压力一过就是买点 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我想 这个支撑的一个观念 堆起来 支撑的一个观念 支撑破 破的话你就要找卖点 你就作为卖的一个动作 甚至说这边又是 简直叫死亡交叉 各位你对上来 死亡交叉是一个压力观念 压力没有过 当然是找卖点 那问题就是说 像这边 只要说压力没过都是找卖点 那问题 这边的一个黄金交叉 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堆起来之后 这边压力本来 都充在这里压力挡住 那后续压力做个突破 压力做个突破 那这个就会是各位的一个买进点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策略上的一个运用 那包括我想很多的一些标股 像K过80 我们就不妨起像GIS的部分 从过年那一段过80 那你拉上来 这边你画一条线 它直接隔一天都是用跳空的 跳空上去 所以说这个反正过80 是一个买进点 这段对起来 一样隔天是用跳空的 一样是一个买点 其实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 事业底这个波段 你把它对上 K过80这一天 你把它对上来 隔一天 也是用直接用跳空的方式 那我们就告诉各位 K过80是一个压力的一个观念 那压力隔一天 直接用跳空的方式 直接跳过去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变成说 K过80就不是卖点 反而是每一档雕鼓 它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切入买点 这是一个用法 我想各位这个用法 跟坊间是不太一样 那另外包括就是说 K破20 我想破20的一个用法 就是说 很多坊间教科书教各位 如果说K破了20的话 这个叫超卖 已经买太多了 已经卖太多了 卖太多你要去找一个买点 这边可能给它对上来 对上来 这边大概还有200多块钱 你去买看看 买下去一套套的腰斩 这边又破20 这边又破20 那我们就很清楚告诉各位 K破20是一个支撑的一个观念 那支撑你就 把这人K棒的低点画一条水平线 水平线支撑跌破 当然的话是站在一个卖方 支撑做一个跌破 当然站在一个卖方 你绝对不能买 一买你这又买也又差一百块 甚至包括像这边一样 对上来压力都是没过 压力都是没过 都是卖点 都兼我们的一个空点 所以说我们喜欢去做卷空的一些个股 K破20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 往下都是一大段很肥很肥的这种 可以的一个价差空间的这种做法 那我们在今天就特别 包括应用这个指标的一个背离的状况 再加上过80跟破20的一个用法 我想这个用法 我想跟各位你以往的用法是相像不一样 那当然的话目的无他 我们股票市场是玩异常不是玩正常 那变成正常状况之下 我想各位你真的 你的获利空间是相对有限 那变成说你无论如何 你要去找到一个叫指标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用法 我想这样子实际上 对各位的一个帮助才会最大 好那今天节目告个段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